尼尔森近期发布了一个关于亚裔美国人的报告 这份报告通过了地域新的分析 指出亚裔族群都以多种方式影响美国的主流市场文化以及经济 报告中详细的数据为市场营销人员提供了深入的分析 尼尔森近期发表了一个名为亚裔美国人文化多元 足迹越走越远的报告 报告中指出亚裔美国人的影响力不但日渐扩大 而且范围也越来越广 多元的亚裔美国人通过创业和增加就业 不断对美国的经济做出贡献 目前整体购买力已经达到了8250亿美元 这个数字预期在2020年将达到11000亿美元 亚裔是美国成长最快的族群 足迹已经跨越了移民大量聚集的西岸和东北部 开始向美国中西部和南部进发 亚裔族群的消费取向也在美国主流市场上引起波动 令品牌经营和市场营销的负责人员有了深刻的体会 想要了解关于这份报告的具体信息 您可以登陆官网进行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